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液體呢 是跟磨豆機保養有關係的 那我們都知道磨豆機有分 日常保養 然後深度保養 那到了最深度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我們要為磨豆機的軸塵上油 這算是一個比較少討論的液體啦 那但是這個動作重不重要呢 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你的磨豆機中間的油不夠了 或者說有髒污的話 其實會對於你的運轉是有一點影響的 所以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把 中軸清乾淨然後並且上油 OK 那我們先來聽聽看那個 沒有上油之前的聲音 如果你有認真聽的話 可以聽到那個聲音的轉速上面 它會比較有晃動的感覺 然後聽起來沒有那麼的順暢 那就是因為它的中軸可能 裡面有一些咖啡豆卡在裡面了 OK 那我們待會呢 就清潔完後我們再聽一次 好 那我們準備清潔之前呢 不要忘記拆刀板之前一定要先把 電源插座拔掉 這是很重要的 不然如果你不小心誤觸了開關的話 那個刀盤沒有被固定在裡面的情況下 可能會噴出來很危險 所以我們先拔插頭 好 那拔完插頭後 先開一下機 好 確認是沒有電源的 這時候是安全的 我們就來開機 那今天這個 上油的方式呢 其實適用於大部分的家用 平刀機跟鬼齒機 包括小富士的平刀鬼齒 小飛馬 小飛鷹 Tiamo 這些都適用 因為它的 軸心都是一樣的 OK 好 我們先來開機 然後這個 刻度盤 我們當然清潔的部分可以清潔 但今天這不是重點 好 我們先放旁邊 然後這是我們的刀盤 然後刀盤的時候我們可以 先來測試一下 比如說你拔的時候如果發覺 不是很好拔 阻力很高 通常代表是 一就是你的 潤滑油不夠 要不然的話就是 它的 兩個軸層中間呢 它有 卡一些灰塵或是咖啡豆 所以你會覺得很不好拔 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看 像這麼難拔 尤其我這台機器很老了 這台機器已經八年了 所以它會更難拔 這種狀況很不好拔 你硬拔手會很痛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可以拿一把剪刀 從這邊 進去的時候 刀盤 內刀盤跟外刀盤 中間會有一個小縫隙 放回把你的剪刀 放進去以後 稍微這樣撐開 看到嗎 撐開的時候 刀盤就被推出來一點點 通常被推出來一點點以後 就會 很容易就可以 拿下來了 硬扯可能不好扯 所以用剪刀稍微推一下就可以了 或是用其他的 扁平的東西都可以 然後呢 裡面 這個裡面呢 刀盤的裡面 如果通常卡了 灰塵 或是卡了咖啡粉 的話 就會呈現出這種狀況 然後這邊 這個 軸層的外圈 外圈 也都會是咖啡粉 喔 那你可以測試一下 如果我放進去的時候 好 放進去的時候發覺說 放進去的時候 它不會彈出來 你推到底的時候 它應該正常要彈出來 這台是比較正常的 如果你發覺它沒有彈出來的話 代表說你要清潔或上油了 OK可以看到說進去以後 基本上不會彈出來 就代表說 它已經卡了很多髒東西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 這個東西會卡回層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平常在清刀盤的時候 你把 這個外刀盤拆掉的時候呢 裡面 自然會有毛刷 對不對 去清你的裡面 但清潔的過程之中 毛刷上面會有一些 細粉 或是咖啡粉 就卡在你的軸層上面 好那如果你沒注意到 就把你的這個 外刀盤放進去的話 就會卡夠 久了久了久了 就會出現像剛剛那種狀況 那怎麼辦呢 好 現在假設我們現在是 要清潔它 一樣我們還是要先把裡面 全部清潔乾淨 OK裡面如果有灰 我們一樣用毛刷 然後用你的吹球 這個部分呢跟 平常深度清潔都是一樣的 然後呢先把它清乾淨 OK好 吹球 把 盡量把它清乾淨 然後讓外圈呢 都沒有太多的產粉 因為這是深度清潔 所以我們 會做比較詳細一點 然後OK 你把外圈的咖啡粉都清乾淨以後 接下來進第二步 就是我們要 把 這個軸層上面的咖啡粉全部都 清乾淨 清乾淨的結果會是什麼 就是 你會連潤滑油一起清掉 那也沒關係 我們之後再補 把潤滑油補上去以後 它就會維持到乾淨 而且是 滑順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可以準備衛生紙 這部分其實 也不難就是 用手 把 上面的咖啡粉 好稍微慢慢的 不要緊張 發粉 然後 粉跟油都會被你清掉 可以看到 上面都會有一層咖啡粉跟油漬 這就是細粉 或一些油垢 那我們一樣把它清乾淨 然後裡面部分也是 我們盡量 把它清乾淨 可以把衛生紙塞進去 然後呢 稍微塞進去以後呢 轉動你的這個中間軸 轉一下 讓它 滑一圈 裡面的彈簧 的髒污呢 就比較容易乾淨一點 OK 然後清乾淨以後呢 再把 衛生紙 拉出來 可以看到 一整圈黑黑的 那你自己觀察一下 如果覺得可以了 上面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髒污了 你就可以 結束這個動作 但這個就看 看你的 磨豆機髒不髒 那接下來第二個動作是 這邊乾淨以後 我們還要 清潔這裡 就是 我們這裡面 因為你這邊髒 這個裡面也會髒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一樣 拿衛生紙 然後呢 把它 捲成這樣 捲成這樣細細的 然後呢 慢慢吐進去以後 然後慢慢的轉 邊轉的邊把裡面的髒東西 從 入口的部分推出來 這樣 推推推 好 然後慢慢的推 慢慢的拉 那你可以拉回來都可以 可以看到 有很 很多的卡 咖啡粉卡在裡面 對不對 來個一兩次 一兩次的時候 裡面潤滑油 當然都會被你清乾淨 就是 髒污跟油 它一體兩面 你不可能 只清了髒污 然後 油不會被你擦乾淨 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沒關係 你就任命 就是同時把油跟髒污清乾淨 如果你不髒 當然是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自己判斷 就是你會不會 你的 中軸的中間 的間隙上面 有沒有卡一些污垢 OK OK 可以 第二次還是很髒 OK 然後這邊 也可以從這邊進去 總而言之就是 想辦法讓它 裡面的咖啡粉 能夠盡量把它推乾淨 OK 這樣子可以看得出來 裡面看起來 就乾淨很多了 乾淨很多了 OK 那這個動作 這兩個動作 基本上 兩個軸層都已經清乾淨了 接下來的動作 其實相對來說很簡單 因為你清乾淨以後呢 可以買這種 耐高溫的 然後 專門用來運轉的 這種 會旋轉 比較多的 這種 潤滑油 那我學長用的是 食品級的 食品級當然安心一點點 雖然我們一般來說這種 這種中間的 摩托機的中軸 不太會碰 跟刀盤 不會直接接觸 但是如果 我一般是為了食品安全 多一點點 畢竟自己喝的東西 所以我還是會選擇食品級的 OK 而且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就 一點點這樣子 大概一克 甚至更少 一點點油就可以了 然後用手指頭是 比較簡單的 其實你用什麼刮掃 不容易上好 不如就是一點點 這樣子 這個中軸呢 這樣子 外圈 然後呢 外部這樣 整個塗上去 用手指頭塗就好了 然後不要塗到你的 這個刀盤 不要塗到這邊 就中軸 就簡單的上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 也不用太多 就這樣就可以 可以感覺到 一層 一層油 你也不用推開它 因為油擺就不用推開 就這樣 看很清楚嗎 一圈油 在外側 OK 然後把它塗上去 然後這邊 這個裡面不用塗 因為你塗不到 然後呢 這樣塗完就可以了 很簡單 然後呢 手擦一擦 待會去洗手 發覺的時候 上面這個 中軸上面有一層油 然後呢 這個記得 進去的時候 因為上面有一層油了 你進去的時候 要讓它 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 內外圈都有吃到油了 因為我推進去 然後你可以看 我現在輕輕推 咖啡 我刀盤會整個彈出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中間有足夠的潤滑 不像剛剛裡面有卡一些 咖啡粉 或是油不夠 它就沒有潤滑的效果 那有潤滑效果 沒有潤滑效果差在哪裡 就是 這個的間隙 其實就是 你研磨咖啡豆的大小 所以如果你這個 彈簧 沒辦法起作用的話 有可能會影響到你 研磨的時候 你調整 科系度的時候 它如果彈不出來 你會偏細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的 磨豆機覺得 怪怪的 怎麼今天磨的研磨度 是跟你所想像中的有點不一樣 有可能 是你的 潤滑有不夠了 它的刀盤沒辦法彈出來 它的間隙就不對 所以這也是有可能的 可以看到這種狀況就是 基本上這樣 就非常的OK 任何的磨豆機 你的刀盤就應該 呈現出這樣的狀況 才是正倉的刀盤 OK 那這樣就算是上完油了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就先不清潔 我們今天重點不是這個 一樣 正常應該把它清潔乾淨 然後呢 把它推回去 然後這時候推回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你蓋起來的時候會比較難蓋 為什麼 因為刀盤它會有彈性 之前如果很好蓋 代表通常都是 不太正常 OK這樣子比較難蓋 很好 壓住 然後兩邊 螺絲 平均的上 就左邊上一半 右邊上一半 不要一邊上完 另外一邊才上 就是左邊 均勻的上 這邊上一點 這邊上一點 這邊上到緊 這邊上到緊 這樣子 它平行的把你的刀板蓋上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 然後可以調一下研磨度 調到你正常的研磨度 當然你要清潔這些東西都可以在 都可以來做 這都是 可以一起做的 然後我們來聽一下聲音 好 這時候可以插插頭了 OK 好我們唱一唱一唱一聽一下聲音 它的轉速的聲音你會覺得那種晃動的噪音 雜聲 會比較少一點點 聽起來很順暢 當然我們如果在錄影之中你會聽不出來的話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它確實對於你的 你的轉 研磨的 刀盤的間隙 是有 很好的幫助 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那一般來說如果你上完油了以後 基本上呢 它的軸層中間的油是不會 沒事它是不會不見的 所以你就可以撐很久 除非你下一次你要在清刀盤的時候 你可能才可以把那個 油給汙染 所以 這段時間你就會發覺說可以看 我們就在剛剛轉了完以後 然後我們在刀盤再打開 OK 然後我們的 內刀盤 外刀盤一樣 它的狀態是一樣的 所以就不用一天到晚再補這個油 其實如果你平常 沒有很常拆刀盤清潔的話 其實可以很久很久才上一次油 它只要是有 有足量的油 沒事它是不會消耗掉的 所以就這樣子 只要做那麼一次以後 就可以讓你的刀盤的間隙 維持到很好 狀態 OK 好 那這樣子就算是一個 比較深度的保養 那如果你的磨豆機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上油 或是說你的研磨刻細度 然後覺得怪怪的 你在調 轉刻度盤的時候覺得 好像不如你預期的 變細或變粗的時候 你可以去檢測一下 會不會是你的 潤滑油已經 不夠了 或者是它有髒污了 OK 那這樣子可以讓你的磨豆機的壽命更長 而且你的硬膜品質更好 OK好 那 我們今天的內容就上到這邊了 那如果各位 對於這種 油脂 這種清潔油 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問的話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的部分 留言告訴學長 學長會告訴你們說哪一種 比較適合我們來 來 放在磨豆機裡面 OK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